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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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我们讲一讲 这个离我们这个身边 比较近这个就加州这个事 这个事是4月29号 FBI呢在长提的分布 FBI在美国有29个分布 差不多就30 每个州有一个差不多这个时候 他宣布 他的这个总裁叫Hanna 他宣布呢 他说我们最近破获了一起 恐怖主义袭击的案件 国内恐怖主义 国内准备CD我们给他制止了 那这个呢听起来以后呢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吧 因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如果911数能够早治的话 其实也可以制止 就是那个飞机那个事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撞大楼 他实际没有枪的那时候 那这个起因就简单是这么回事 这一个有一个从阿富汗回来的士兵呢 叫Mark Diago 听起来像一个那种 墨西哥人 住在我们那哪呢 住在我们离我们这比较远 一个叫Recy的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从网上看的 还是一个不是收入很高 但是还算一个平角的还不错 那他呢就是说在网上 就是说想呢 这个就是说已经呢 原来他到一个伊斯兰的一个清真寺 说我要加入伊斯兰教 原来我恨你们 现在我呢不恨你们了 我想加入 他是背景是一个老兵 这个我个人觉得呢 而且在阿富汗打仗 他可能是在阿富汗呢 就是现在没有知道 就是刚刚这个被抓出来 刚刚这个也被起诉了嘛 就他就想买了 他据网上说呢 他买了很多铁钉 完了以后买炸药的时候呢 那个炸药是FBI的一个线人 对吧 就说 没听 然后呢就说呢 这个根据他整个这个 美国这个犯罪有一个犯罪动机 还有一个犯罪行为 犯罪动机 我想杀人 但是我没有作案工具 他买了铁钉 然后他把它这个给给给 我估计证据还是比较确凿 这个证据呢 也是在FBI的这个卧底特工的提供项 对 这个让他坐实了 对 这个行为 就是说呢 有两种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说 他呢 确实是续毛了已久 而且呢 他可能就还是有一些 这个就行为出来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呢 这个人呢 可能是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神经 因为他毕竟年轻嘛 对吧 但总的来讲 我觉得FBI一般在这个重大案件上 他还是很细的 对 因为我们加州原来有个事儿 我们看过FBI一个逮捕令 这个逮捕令就写的 就跟讲故事一样 我们知道加州当年有一个邮包事件 一个移民的一个案件 他呢 就是说借了个假护照 假护照他就也是派人进去 一年时间用了 这个应该比较快 我估计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还在打仗 实际我们现在美国 还是在战时状态 就跟阿富汗在打仗嘛 所以说他在这个恐怖反恐 这一段可能抓得比较紧 对 这个人呢 网上也就今天比较多 对 这个FBI呢 其实这个在这个 大概十年以前吧 有一个案子 是两个华人 买什么呢 买这个 夜市仪是吧 地对空 导弹 导弹 健康式 然后呢 他们在巴西做交易 然后也是FBI最后提供 就是说 我们可以这个在哪交货 什么什么 对对对 然后呢 到后来那个这个华人呢 其中有个华人在监狱就死了 就为了这个事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这也是FBI提供 那这次这个人呢 也是FBI 按照这个这个FBI的说法 提供一个叫 惰性气体的装置 这惰性气体装置 可能这个东西不能爆炸 对对对 但是很像炸弹 那么就是说这个 这件事 当然FBI这种这个破案的手法 也没有办法 对 可能是发现一些嫌疑人 然后呢一步步来来来的 其实这个人家策划了很多 比如策划是不是在教堂 在什么 有那么几个地方 对 那最后选择就是在这个长提的 一个应该是4月26号的 那个周六的一个机会上 准备要 一个白人 种族主义 对就是所谓 他这个正相反 他那是要 以这个穆斯林教徒的身份 去教训这个 所谓白人之上主义 对吧 就是这个叫 就是白人就是像什么 比如说什么3K党啊 什么这个新大粹啊 他们要搞一个集会 这个集会是 应该在Long Beach 一个公园叫 Bluffer Park 好像是那么个集会 但是呢 这个集会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反对呢 那天就反对人多 就没解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的加州啊 这种大城市 特别洛杉矶就究竟是 你这个几乎看不到 任何这个 很极端的白人势力 在这个 公开 因为太多的人 就说明美国这个大部分 不管哪个族裔的话 对这个极端的白人 这个至上主义者 这些过激的行为呢 就还是 还是深不痛绝的 但北卡不一样 就讲了北卡 北卡这个有个游行 川普那件事不就是 北卡那两拨差不多人多啊 这个时候也可能南部 北卡当时 那个主要是南北战争的时候呢 那打的仗比较多 可能 他这个事 基本就是 因为他 4月29号刚刚起诉 可能往下 下周也可能 还有有些更多的 这个事情再出来 对 所以这个对于仇恨犯罪呢 确实我们 实在身在 这个华语社区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也可能 比如说去长堤玩啊 或者去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公共场合 对 去这个游玩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个景性呢 还是要提高的 是 我是觉得这个 因为目前的美国这个枪支它比较多 对吧 而且呢 这个 而且现在这个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传染性啊 有一个出来以后 说你要报复我也报复你 对吧 比如说圣地亚哥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在犹太教堂发生 对 好像这个犹太教那个 Ribbi啊 还不错 他那个Ribbi是一个 就犹太的 他不叫牧师 他叫那个叫什么 我就不太清楚 英文叫Ribbi 就他的那个犹太教负责那人 他出来挡了一下 而且那个当时呢 也有一个人呢 是退休的 好像有枪 后来怎么争议 就是说呢 现在美国争议是 以后上教堂 需不需要带武器 对吧 那这就过了 后来呢 结论呢 他就说呢 在教堂里边 希望有一些 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呢 可以带枪 他不要每一个人都带枪 对吧 比如说我们去 我们去希莱寺 对不对 我们去这个拜菩萨 那一百个人 你有两个人带着枪 你就觉得不舒服 对吧 因为你万一 这带枪这人出了事 怎么办 所以美国这是一个 很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 好在呢 这个圣地亚哥 犹太教这个案子呢 学生呢 枪手就枪手 他已经被确定为 就是单独作案嘛 对 平时父母很不相信嘛 他怎么能干这事呢 是是是 不应该是他干的事 但是这个呢 就是说刚才你谈到的 所谓的传染 或者这个 这个一种仇恨的这种 这个意识 对 可能因为每个个体 都要思考嘛 觉得 他们把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对他们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确实很危险 还有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大家每天 你看从我们上次做节目 一周以来 这个这是第二期 两期 两期 就大家对这个杀两 一仔两个人 每天死一两个人 已经好像觉得就是这样了 美国社会就是这样 除非杀了十个二十个以上 你才觉得 这种事我们稍微想一想 所以这个是呢 美国目前社会里边 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件现象 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呢 你每天都发生 你司空见惯了 对不对 所以而且我也有女儿 我女儿他们那个学校 她在高中嘛 她这个也教他们怎么 这个叫这个 这个躲这个 万一打枪怎么办 躲在那个教室里 我觉得这一点呢 美国就做的不如这个中国大陆 对吧 中国大陆也有拿刀 小幼儿园的 你这有一些那个 我们也看重温 它也不是重温犯的 后来经过检查 都是人家精神有问题啊 或者穷啊 但这个刀杀起人来 还是没有枪那么可怕吧 对 差很多了 是 刀可能伤人伤的比较多 但这个枪就不一样 对吧 所以美国的枪支翻来这个事 希望这个慢慢慢慢 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但我相信不容易 他有第二修正案的地方 另外呢 就是这个张颖颖案 有一个新的情况 这个张颖颖案子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案件 一个青春年华 正值这个 长得一个很好 一个小女孩 在美国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 一个特别安全的学校 对吧 这也是美国公立大学 应该排到第十 这就是Universe of Illinois的 Champion Urbana 对吧 也是中国留学生 最多的 对对对 非常感谢我一个朋友 叫王志东 对王志东 大家在网上 那是我们一个律师协会的 芝加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呢也是北京人 经常呢就是 不时把最新的这个 他好像是张颖颖的这个律师吧 对 他实际上呢 张颖颖是 是好像这个张颖颖的家属里边呢 这个代表的这个律师 对吧 一般刑事案件里边呢 那个受害人没有律师 但这件事比较特殊 就是说因为可能 各方面原因吧 就是他一直在做这件事 那今天早上 他最新一个消息 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 扁方建方 就是 他个人认为呢 就是这个案件呢 可能那个检方的证据比较足了 一年多了嘛 辩方就是这个 叫Christopher 这个人的律师认为呢 这个案子可能会判 现在判的就是说 能判死刑呢 还是能判这个终身监禁 那最新这个消息就是说呢 这个双方呢 都要找自己的专家证人 因为美国呢 有一个 就是在刑事辩护中 有一个 有一个抗辩的理由 就如果他的神志有问题 大家可以找一个精神科技师来鉴定 我们知道里根当年被 枪杀的时候呢 叫Hankley 这个Hankley呢 最后也没被判刑 对 美国总统被一个人打 这个人打这个美国总统 为什么呢 是要 这个要讨那个 Judy Foster 那个女的喜欢 当时在最后 你给判了 判了个精神病院 没有判死刑 所以通过这个案件 但是这个人呢 大家知道 一旦被判到精神病院里边 那个比死刑还难 因为还难受 因为精神病院里边 给你吃药啊 强制给你注射啊 对不对 就不是一个很好事 但这个案子以后呢 就最新发展是 给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说 七月底可能会开庭 本来开庭要三周 但是呢 现在检方呢 辩方啊 就是这个 刑事犯 这个嫌疑人呢 他的律师决定呢 不采用这个 所谓这个精神病 来抗辩这个因素 开始呢 他的这个 怎么挤呢 解释就是这么一个解释 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有精神病 而且他有这个杀人买过这些这个什么杀人的一些东西 然后到学校去 学校没管 那你需要有责任 对吧 现在我估计他会这么讲 那就证明他还是要杀人 那这个陪审团的话 会不会因为你这个有这个就拿这么来讲 这个讲个故事不太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辩方 就是这个犯罪嫌疑这方呢 要求检方呢 不能问他的整个过程 就没有问到这个 到你那天你干什么了 但是法官不同意 法官说你们不问 检方可以问 我们大家知道 为什么检方对这案子抓得这么紧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检察也有证据的 如果你这个检察院的这个律师 能把这个人判刑了 那他讲来讲来在这个就会加一种 加工 就是等于像我们这个有政绩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检方在这样的案子以后呢 也是花了很多精力 第二点 美国政府很有钱 在重大刑事案件以后呢 他会花很多资源 那这件事呢 也并不见得 就是因为张颖是来的中国留学生 是因为什么呢 是这个性质比较恶劣 对吧 而且呢 确实呢 这个美国那个中西部的道德标志也比较强 就是把这么一个人杀了以后 大家可能是 一旦陪影团上来以后 判的罪可能很强 所以他就基本上 一定都是有死刑的 是死刑还是这个 还是那个终身监禁 这个就是这个事本事来讲 就把这个张颖的案子向前 又推进了一步 对对对 而且基本上是有罪 基本上是肯定了 是 但是有一点 就是一个疑问呢 这个按照我们中国人话来讲 叫活要见人死要见死 就是说他这个张颖对这个遇害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他这个人呢 到现在呢 没有找到 非常可惜 对 我们最近接了这么一个案子 就是一个人去滑雪 到了大雄 到了这个 到了那个 克劳拉多去滑雪 滑雪的时候呢 这个最后一个镜头 看到他从那个滑雪街上上来 下来以后人就没了 是个都北来的一个朋友 然后以后呢 是去年二月份的事 到现在也见不到人 那家属很着急 对不对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两个词 一个叫美国叫 叫Missing 中国叫失联 那我们认为呢 有两个可能 一个最大可能就滑雪丢了 还有可能是被人绑架了 但是这个事你不能讲 因为就跟你说的 到现在来讲呢 包括那个 当年马航那个飞机一样 大家总是抱一些希望 是不是这个人有可能还活着 对不对 就包括我跟当事人讲 就是说 因为确实你也不能说 万一他出来怎么办 他这个到哪 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案子 所以张艺领这案子 肯定是人是没见了 对吧 这个所以说呢 但是就是 就是你到底 还是个无头案 对吧 给家长来讲 这个跟这个 公众也不好交代 我们就想联想到 当时那个 Iowa Universe of Iowa 有个女孩 就在三年线 我就我必要的一个学校 也是丢了 丢了找到了后来 十几天以后 找到了 那个也是在 Iowa跟那个 伊利诺是连的 这两个学校 都是美国很好学校 一个大学 一个是伊利诺 都美国叫 Big Ten的学校 中西部有一个大联盟 叫十大学校 那个女孩死了以后呢 也是没找到 她也在一个小城 在很小 当然那个地方呢 大家知道 都是民风古谱 人都特别的善良 很政治 后来他们就发动了 好像几十个人吧 最后把尸体找到了 找到以后 这个事好像就是 尘埃罗定 凶手也被判了 张远这个事 我觉得如果他真正找到 他到底的下落 可能大家就不这么关注 他最后就说 要不然我估计 检方可能会这么讲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给你一个无期徒刑 或给你减刑 如果你把你当时 那个事讲出来 我估计将来 希望能有这么一个结果 这样会对大家 就是一个交代 另外这个全美最大的 入学行贿案 目前美国媒体持续的关注 那么有一些人已经认罪 那么从此又签计说 有华裔夫妇 好像花了650万美元 650万美元 上耶鲁 那这个事是不是 下部还会继续发肖 或者被追究 这个华裔家长和小孩 百分之百会被起诉 什么时候不知道 军心的消息 纽约时报有个文章 就是说现在洛杉矶 还有一批 就是因为它是2500万 它做了有差不多10年 10年以后 可能真真假假 对吧 有的可能就是正常程序 他把人填了个表 但是他做得很过分 包括雇枪手 改SIT成绩 事太多 这个事 我看了 就是说在中国家长里边 可能认为这天天地地 做个假给你点钱 对吧 因为美国大学 你捐给美国大学 公开的捐是没有问题的 而公开录据也没有问题的 对吧 你这个是所谓做善事 你私下里讲的 这就受贿了 这个中国家长 这650万美元 那是很大的数字了 因为650万美元 直接捐给耶鲁 说不定 那就直接就给你个楼的名字了 对不对 楼可能捐给咱们的小校 耶鲁可能还差一点 但是呢 这个已经在美国 已经犯了美国联邦罪了 对吧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但是更害怕的是什么呢 是在美国 在洛杉矶的一些家长 现在正在找律师 对 就洛杉矶的家长呢 只要是有过这个 这个前科的 不管多少年 因为他有个追溯期的问题 对吧 他一个人时间以后不追了 但是美国特点是 越有名的人 钱给的越多的人 越找你 对吧 你说你 两三万算了吧 对吧 二三十万有可能 二三百万 百分之百追你 追你为什么呢 除了你这个叛逆刑 还发你一大笔钱 美国政府也需要通过这个 拿到一些钱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 这个事肯定没完 而且再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怎么走的话 我估计两周以后 也可能有 而美国这个情势 特别的慢 他这个就是 他一点点给你破 因为他拿到一个 确责证据 他一定叫你 叫牙口无言 百分之百 如他你好像 已经有两个认罪了 是吧 对 有两个认罪 因为这个案子 是在芝加哥开庭嘛 但是洛杉矶 昨天有两个人 在洛杉矶认罪 他为什么在芝加哥开庭 我就忘了这个事 这个这样 就是说这个当时 这个因为芝加哥 就是说从那个 比如从哈佛也好 就在这个伊利诺斯中 有人把这事提出来了 所以那边就开始起诉 但是这个案子就是说 犯罪的第一个地铁 在芝加哥 犯罪的第一个地铁 被起诉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 这个我们华人 还吸取巧训 就是说这个 特别在美国 是吧 这个美国不是个人情社会 也不是一个 什么就是说 这个你可以这个 贿赂也好 或者拉官也好 对对对 美国法庭是残酷无情 对对对 所以这个华人要注意 自身的这个形象 对对对 特别中国大陆来的 一些朋友们 就把那个中国大陆 做那些事情 比如在机场上了飞机 说我给你一千块钱 你把我放出去吧 对对对 这种事 这个很多常识性 我们哪天可以专题 作为在机场的 这个通过一个案例 来讲讲机场的事 可能更有 更有实际意义 就是这个思维方法 思想方法 你要有转变 对对对 那好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 好 我们下周见 好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好 谢谢啊 感谢观众